好 我們首先來看到一個今天最新的畫面 這個APAC峰會上午是已經在泰國曼谷開幕了 各國領袖是陸陸續續抵達了峰會現場 那麼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呢 他是最後一個現身這個會場的 他和泰國總理帕拉玉合照之後呢 這個峰會首場閉門會議 就在台灣時間今天上午將近11點鐘的時候正式開始了 那麼在台灣方面呢 派出的是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 他也參與了這個開幕儀式哦 那麼當時呢他身邊坐著的是這個 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 另外一邊呢就是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那麼在這個會議的前一天呢 昨天晚間有一個這個迎接的晚宴 歡迎晚宴 張忠謀和李顯龍呢也有互動交談 那麼至於今天呢 會不會和賀錦麗談到晶片相關的議題呢 也備受各界關注 那麼就要進一步的來看到哦 這是睽違三年APEC恢復了實體的會議 這一次呢選在泰國曼谷來登場哦 那麼剛剛也看到了 呃台灣代表派出的是張忠謀 他和他的夫人張淑芬呢 昨天傍晚就搭乘專機抵達了泰國曼谷 晚間的時候呢就出席了這個 APEC經濟領袖 歡迎晚宴哦 這是代表團呢 今天凌晨公佈的一張最新照片 可以看到張忠謀在這邊 坐在他旁邊的呢 是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兩個人比零而坐 昨天呢因為這個晚宴現場哦 呃當時這個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還沒有抵達泰國 所以呢是由這個布林肯 還有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琪 戴維出席這一場晚宴活動的 那麼張忠謀呢 就坐在這個布林肯的旁邊 兩個人看起來呢 是有一番密切的交談的 這個APEC峰會呢 向來都被各國領袖 認為呢是一個 各國之間打交道的好時機 那麼今年呢也是張忠謀 第五度代表總統蔡英文 第六度代表台灣 擔任這個領袖代表的角色 來出席APEC會議 但是因為過去哦 剛好呢很湊巧的是 每一個主辦國呢 有一些因素 比方說疫情的關係啦 有一些緣故 所以呢張忠謀 實際參與實體會議的時候呢 除了這一次泰國曼谷之外 還有一次哦 是2018年在巴布亞 紐吉內亞的峰會 兩次登上這個實體的會議 那麼這一次呢 會不會和賀錦麗談到晶片問題呢 今天大家也帶關注哦 那麼對於張忠謀來說 這是他第六次參加APEC了 他開玩笑的表示呢 自己對於這個APEC會議程序 已經很熟悉了 恐怕呢有一些領袖 都沒有比他清楚 那麼在這個機場談話的時候 他昨天是重申說 他會表達轉達 蔡英文總統呢 先前提到的三個重要立場 為台灣來發聲 有哪三個立場呢 這邊稍微整理出來一些重點 第一呢 是要向這個APEC的成員訴求 我們必須要正視區域內的意見分歧 在貿易的自由開放 還有公平競爭之間呢 還要在這個供應鏈安全跟效率之間 取得一個適度的平衡 第二個部分呢 是要讓各國更重視台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 尤其是這個半導體業界 具備的關鍵影響力 那麼同時呢 也願意和區域夥伴合作 打造一個安全 可以信賴又有韌性的產業供應鏈 第三點呢 是要展現台灣 在追求經濟 永續發展的決心和努力 包括如何面對這個氣候變遷 要推動綠色轉型 還會提升勞工的福祉女性的權益 還要對弱勢的照顧 另一方面呢 還有一個焦點人問 在這一次的APAC峰會上 就是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才剛剛參加完這個G20峰會 就馬不停蹄 從柬埔寨飛到泰國曼谷了 因為呢 這一場APAC峰會他也要參加 那麼在昨天呢 其實習近平一口氣就見了好幾國的領袖 包括了有這個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還有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 尤其呢是這一場中日領袖的會面呢 是睽違將近有三年的這個時間了 昨天兩個人一談呢 就是四十分鐘 那麼岸田文雄在會中是再次重申 台灣海峽和平還有安定的重要性 一起來聽 有鴨田文雄在會中是非常高的 在2011年後,有一個新型コロナ的影響 而旅行間的興奮是向上更多的。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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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交流合作成功豐愁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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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